大家好 今天是11月22日 星期四 市在反覆不明當中 略為是偏穩的 因為現在跟大家談的這一分鐘是2點55分 那就提早一點 因為一會三點鐘 我要做個大灣區的節目 跟著升卿港股我要做 跟著從中金在線做個連線 然後之後又接著做個全日總結 沒什麼時間 好了 說回市場 現在指數是26,061點 約略是升了89點 在技術上來說 大市當然不知是不明 因為成交只有530億而已 但有一樣東西大家看到的 指數其實直到這一分鐘 都還是站在20天和10天線之上 事實上距離的50天線 都是只有200點左右 要翻上50天線也不是太難的一件事 只不過市場氣氛比較薄弱 大家都傾向於磁形保態和觀望 所以令到大市即使轉訂 似乎一些短炒的買盤 暫時的態度還是比較保守 那整個大市的走勢能力轉訂 都不外國恆指成份股 包括匯控佔恆指成份10.09% 騰訊佔了10.05% 友邦佔了8.72% 建行佔了7.95% 公行佔了4.52% 多不知還有平保佔了4.69% 我講的是這站藍酒佔了40% 40%的成份比重 如果他們不是特別量力 只要是靠穩的 對大市來說已經可以起到一個回穩的效應了 那11月份剩下的天氣不多 不計今天在內只有6天 下個星期四已經是今個月期止結算日 下個星期三個期止轉創高峰日 那到底市是上網或者上市 今個月的高位26,530 還是調頭回視今個月的低位25,000還是92點 現在這分鐘不知道 不過講 由於指數是穩守在20天和10天線流上 形態上是比較有利於上市的 因為今個月的高低位 講的是1,438點 無論怎樣都好 你穩守在26,000樓上 你距離那個月的高位26,530是比較近的 相對來說你距離今個月的低位25,692 是比較遠 其實道理很簡單 就是說在今個月的波幅的上半圈 進行一個整顧等變 現在這一刻消息面是沒有的 因為G20峰會是11月30到12月1 如果你要知道G20峰會到底中美兩國領袖 就貿易糾紛能不能夠有一個好一點的結果呢 我覺得最快都要10月錯市悉 沒理由現在知道 現在大家只是想想一下 所以變成拿著貨的那些 老實說現在這個水平大部份都不願沽的了 要沽一就沽造了 拿著資金又如何呢 那你一些不完因素擺著在這裡 他亦都不願意在現在這一分鐘作任何的暴存 但是我別說這些不說了 我說一些基金 機構性投資者今年其實來講的表現大部分強差人意 因為整個股市第一、第二、第三、二至第四季初的表現 都是佛善逐塵的 就是說大部分基金略為有一點點虧損 其實都是情有可原 事實上大股氣候不穩 真是沒有辦法 但是如果只要勢頭能夠相就的話 我想很多基金經理都希望在年底之前略為粉飾做好一點點 最終就希望拿到表現費 有沒有一件事 所以只要沒有什麼特別壞的消息撞進來的話 我總是覺得今年的低位其實已經出來了 但是好不好做任何短線的部署呢 細著當然是沒有什麼所謂了 但是現在這一分鐘如果你說總除的部署呢 我想心理上都會有些壓力 反正是這樣不如等多一、兩日了 好 今天講到這裡